兄弟们 前几天我在现场看了仰望U8演示原地掉头 真的还是挺震撼的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像那台车的下边装了一个展示台上的转盘一样 非常的丝滑 所以四电机的仰望U8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 不过呢 这个原地掉头的表演 其实是今天这场技术发布会的一个前菜 一个助性表演 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是云脸P系统 云脸是比亚迪开发的车身控制系统 大家并不陌生了 而云脸P则是搭载在仰望U8上的一套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简单来说呢 云脸P通过硬件和算法赋予了仰望U8 这台硬派越野车既能硬派越野又能有足够的舒适性这样的能力 首先是舒适性 主离连续可调 可与摄像头 激光雷达以及路面预描进行结合 可以预判路面的坑洼或者井盖或者减速弹 做出预判这是主离的自主调节部分 然后是实用性和通过性部分 仰望U8的车身高度是1.93米 有些地方的车库限高是1.9米 所以它可以做出一个150毫米的悬挂高低行程调节 向下降低是4毫米 这样能够把它的车身降低下来 刚好能够进入限高1.9米的车库 并且呢 仰望U8的车身高度 也可以随着车速进行自主调节 这是车身高度调节的部分 当然说到停车的问题 不得不吐一个槽 三吨多重的仰望U8 即使进了地下停车库 它也停不进任何的机械车位 同时呢 云脸屁还让仰望U8具备 刚度的自主调节 是三级可调的 平时呢 用到第一级就好了 在一些正常的越野模式下 会用到第二级 而在极端的越野模式下 就可以进入刚度的第三级 当然这个刚度的第三级 是一个非常极端的 比如飞坡 下来它可以帮助你减缓一些冲击 这个时候呢 多级刚度控制模块 自适应调节 这三级刚度将车轮上所产生的 减震器压力 吸收到多级缓冲除轮器当中 这些技术上的事儿很枯燥 但是大家可以记住一点 就是仰望U8是现在 目前市面上第一款 也是唯一一款实现的 高度 刚度和阻力 自主可调的越野车 我认为呢 这是把汽车智能化 从智能驾驶 往智能越野方面做出的延展 仰望U8在现场进行的第二项表演呢 被称为露营调品功能 我认为依然是云脸P系统 加上撕裂机所带来的一个为所欲为的表演 原理是什么呢 你把车停到一个不平整的路面的时候 只要它调频的幅度 不超过车轮悬挂上下的行程 仰望U8就可以永远保持在一个 和地面水平的姿态下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车内休息 会显得更加平整 以及在摄影师拍照的时候 车会变得更帅气 仰望U8给到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这款车可能还有无穷的黑科技 在上市之前还能释放出一些 其他的杀售箭 我觉得这款车的确是一个跨时代产品 在不同的维度重新定义的原演车